再怎麼走出來都很難 高舉標語呼喚口號被害人一次排開 全都是講罵料性女子詐騙受害者 兩年前成立次救會 成員多半是小資組新婚夫妻 祥圓一個成家賣方的夢 最後成了夢幻泡影 有一對夫妻她們是退休夫妻 把她們剩下退休的錢都放在這裡 自己的親戚借倉庫 回想起受害那一刻高小姐還很氣憤 事隔多年她還款一千四百二十一萬 透過姜媽購買的房屋 雖然沒有輪為法牌命運 卻已經不想再住 只能收租金貼補家用 當年姜媽媽用低頭期款或無息貸款 向建商界代委號召投資小套房中古屋 還租借市府場地 辦獎座鼓吹買房 成立炒房團 要求被害人簽本票借款 最後卻去法院兌現 受害民眾光一個人最多投資三千萬 至少二十人受害 我們現在當然只能 夾縫中求生存 家境分裂啦 奇跡之勝 隨著姜媽染疫身亡 遭指控建商又不願出面負責 被害人還在等爭議生長 哪一天恐怕遙遙無期 華日新聞林志淳 盧雨昕 台北報導